這款口罩暗藏許多創意小心思 首先是左手邊的這款 中間大大的水帆角三個字 是以前專屬繫紙紙的郵票 而另一邊則是舊名水帆角追登咖的拼音 年底選戰開打 新北市議員廖新翔推出選舉小物 希望在推銷自己的同時 也能夠行銷繫紙紙在地的歷史文化 那這一次我是希望能夠 結合我們在地的一個認同 做一個專屬我們繫紙區的一個口罩 我們實際孤名水帆角 那水帆角它是閩南語 那閩南語在文字的表達上面 它就是用羅馬拼音 那所以說口罩的左上角 這一邊有一些英文 那它就是我們這個水帆角的羅馬拼音 那上面有一座小山的圖示 那這個就是我們戲子的大尖山 那實地去拍攝之後等比例縮小 那我把水帆角跟我們的大尖山 做一個這個結合做一個形象的一個LOGO 右上角追登咖加大尖山組合成形象LOGO 至於底圖則是水帆角的歷史珍貴老照片 新北市議員廖仙祥是找到了 當時水帆角有名的攝影師柯俊光的兒子 希望能夠提供作為這款口罩設計底圖 也獲得同意 後面附上貼紙 則是呈現原本照片的模樣 而在經過設計之後 就成了目前口罩的樣式 戲子基隆和早年有許多的渡船 這個張照片就是當年早年所拍下來的歷史珍貴的照片 那由柯俊光先生所攝影的 那我跟柯先生的後代尋求說 我非常喜歡這個照片 那我可不可以拿來放在設計成口罩的底圖 那柯先生也一口爽快的答應了 那我就把它做一些後製 做成我們的口罩的底圖 基隆和尚的渡船呈現早期戲子船運盛行的景象 而這款口罩的另一個重要元素就是左上角的這枚油票 也很吸睛 清朝時代中間大大的水板角 據說以前拿油票還能搭火車 那仔細看還有一些比較小的字 就是寫什麼大清 那其實這個是我們清朝時期 台灣油局發行的油票 那後來政策的緣故 好像那時候有開放讓油票也可以拿來搭乘火車 希望大家都能夠喜歡 那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說在年底這一次的選舉 那我們候選人除了推銷我們自己本身之外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在選舉的期間 就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這些事情可能就包括一些在地歷史文化的一些推銷 或者是傳承等等的 一片口罩融合三個元素 議員廖仙祥希望選舉小物能夠宣傳自己也能行銷細緻 這是慧琳細緻裁判的